18年了 板橋到龍坦的超高壓速電線 終於完工 全長40公里 105座電塔 這是多少工程人員 離開家人 在寒風中 在深山里 建立了一座又一座的電塔 爬到最高的地方 把電纜線 一寸又一寸的接起來 今天 大家用的電 學校的電 醫院的電 就是這樣來 上個月 美國德州大風雪停電 沒有暖氣 沒有熱水 半導體工廠停工 全球晶片缺貨 台灣921大地震 電塔倒塌 全台灣停電 限電 到今天 還讓人餘悸有償 每一度的電力 都非常重要 都得來不易 請大家一定要珍惜 讓我們一起 對辛苦的工程人員 獻上最大的敬意 我們早就知道